光言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还记得2014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韩国是月好沉船事件吗? 时光荏苒,转眼已十年有余 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故事 棉花开花的日子 2024年,韩国,丙浩站在彭木港的码头处 眺望不远处空无一物的海面 而这里正是距离十年前那场沉船悲剧《最近的码头》 他翻出渔民的钥匙,驾船在海面上游荡 丙浩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是脑海中有一个念头,在驱使他前行 海面上的其他渔民很快注意到丙浩的身影 渔民心中涌起一顾无奈,但又不好说什么 只是嘱咐他赶紧上岸 自从丙浩女儿金恩,于十年前死在试约浩那场事故中 他的精神就开始出现问题 近一年的行为更是让人难以理解 丙浩回到码头后,注意到岸边有个眼熟的女人 而那正是他的妻子秀贤来喊他回家 可丙浩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 似乎根本没认出这是秀贤 他小心试探出一只手,随即又慌忙逃离 丈夫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让秀贤深感忧虑 可他也经历着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心神去跟着丙浩 秀贤只能看着那道背影,离自己越来越远 丙浩一路跑到码头附近的棚木封道 正巧遇见来此追悼逝者的黄丝带团体 带队人一眼认出他是遇害者的附近 队伍里瞬间响起自己比伏的叹气声 他人的怜悯让丙浩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恐惧 他选择再度踏上跑跑的路途 丙浩在山上的凉厅停下 谁知又一次遇见了黄丝带 里面的一位大姐显然对他并不陌生 邀请丙浩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植树哀悼活动 可当丙浩的眼睛在一众人脸上扫锅时 阿黄的存在使得一阵刺耳异响在他脑海中炸开 丙浩记得这个人,他想都没想就要挥拳而上 吓得其余人连忙将他拉开 阿黄也并不计较,借口买肥料先行离开 只是临行前,看向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些悲伤 好在里长及时出现 带着八爪鱼招呼大家吃饭 悄无声息地化解这场纷争 但尹阿姨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丙浩 在他看来,明明大家都是为了沉船事故而聚在一起 他们一起向政府发出抗议 一起呼吁民众不要忘记 可丙浩自从那次昏迷醒来后 原本疯癫的举止更上一层楼 阿黄根本就是被他逼走的 严阿姨的突然发难 让现场瞬间陷入一阵难言的沉默之中 而丙浩察觉出他的敌意便也不再多留 坐上公交,前往模糊记忆中的下一个地方 当他上车打开钱包 看见家层里面的身份证时 终于想起来,自己叫做丙浩 丙浩在一家关门的杂货铺前停下 老板阿珍正好从附近经过 在看清他的身影后 立马激动地大喊大叫起来 毕竟丙浩晕倒以后 就再也没来过这里 阿珍热情地将他迎进店里 聊些家长 聊聊沉船事故后 他们这些小生意人受到的冲击 不过一提及此 阿珍就感到很无奈 家里在附近小岛上养殖海带的产业 也受到波及 阿珍一边唏嘘 一边去厨房端来海带淡花汤 丙浩却敏锐捕捉到他对自己的称呼 而他在默念女儿名字的过程中 想起来一件事 当时也是在这家杂货店里 丙浩把撞满海带汤的锅扔出店外 随即又将阿皇帝来的慰问金扔了一地 原来是约浩真传事故发生后 为支付打捞受害者遗体的费用 阿皇和组织众人 帮忙售出阿珍养的海带 其中一部分则交给了丙浩 可对丙浩来说 这番售卖行为就是在浪费时间 他们不跟着自己去责问政府的失职 反而跑来买海带 简直就是想牵想疯了 不过曾经争吵得不愉快 如今都随着丙浩的失忆而渐渐消散 阿珍甚至还慷慨送给他一包海带 这让丙浩心中无畏杂症 他不知该怎样面对阿珍 只好拿上海带 一生不想地离开 丙浩没走几步路 又遇见再次等候多时的秀贤 其实他没经历管丈夫 但又不可能真正放在一人 在外面乱逛 秀贤便打算载着丙浩前往市区 一路上 他不断追问丈夫 你想起我是谁了吗 你还记得那个教你开船的渔民吗 秀贤不能让丙浩就这么忘下去 忘记那些或提供帮助 过恶雨中山过他们的人 这十年来大家经历过的风雨 流过的泪水都太过沉重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永远铭记 随后秀贤将车停在加油站 下车去便利店买水 而丙浩在看见车上的鲸鱼挂箭时 思绪瞬间回到了2016年 那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 黄丝带团体在光州举办了一个纪念活动 邀请路过的人们在紫砖上画画 以此来打造一面记忆墙 铭记那些遇难的孩子们 他们认为那些不幸离去的孩子 都化作了海里的鲸鱼 因此活动背景墙上 也全是徜徉海洋的鲸鱼 秀贤听说这件事后 心中满是感动 不远万里从安山出发 抵达此地 未问现场忙碌的志愿者们 也就在那时 他第一次认识了阿黄 一旁的里长事事介绍 阿黄是名公车司机 为了这次活动 连好不容易排到的轮休日 都没顾上休息 秉浩文言更是感激得 不知该说什么为好 另一志愿者金尼 趁势邀请他 坐下来一起绘制瓷砖 而这次活动 也吸引了许多人参加 每一会儿 又一名母亲带着儿子落座 可刚提起笔 才听说这是为纪念 誓约后孩子举办的活动 母亲立马收起先前的热情 带着孩子忙不迭逃离现场 因为在他心中 让年幼天真的儿子 接触死亡这一沉重话题 实在是过于残忍 这对母子的离去 令秉浩的情绪 瞬间低落下来 他突然意识到 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为那些遇难者悲伤 毕竟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纵然静恩已经离开 但在那名母亲看来 这些纪念死亡的活动 却会是自家孩子 晚上做噩梦的来源 这时 秀贤手机的闹铃声 将秉浩拉回现实 他忽略屏幕上 跳出来的吃药提示 解锁手机后 发现壁只是一张合照 那上面的自己与秀贤 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 笑得幸福而灿烂 秉浩认出其中一人 就是女儿静恩 猛然想起自己其实是要去找她 但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阵剧烈的头疼 可秉浩顾不上许多 他丢下妻子 以及秀贤刚刚遇见的警察乔云 匆忙发动汽车 踏上寻找静恩的路途 秉浩离开前 扔下了秀贤的手机 合照在破碎的屏幕 已看不清模样 正如这个家 已濒离破碎的边缘 秀贤则在后面悲愤地呼喊 难道你忘记了吗 这是乔云啊 这是帮助我们 又被你打个半死的乔云啊 秉浩一路开到码头附近 正巧遇见货运联盟在举行罢工 他只得将车暂时停在路边 准备步行进入十月号内部 没曾想 一声大歌死背后传来 秉浩闻声望去 只见罢工的工人敏锡 热络走上前来打招呼 言语间 他意识到似乎自己曾和敏锡 一同参加过抗议政府的活动 而两人的关系 显然不止于此 敏锡在邀请丙浩喝咖啡时透露 他当时也参与了十月号的打捞任务 那时沉船捞上来时 船舱到处都是淤泥 一旁的同事 忍不住开始八卦 那些家属上船 岂不是要直面尸体 可这也太残忍了吧 敏锡嫌他没有眼力见 赶紧吩咐同事闭嘴 而丙浩却在听闻《淤泥》二字后 彻底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 他的脑海中闪过几针画面 四眼的阳光 冰冷的海水 以及那些衣服上 永远都洗不干净的泥巴 丙浩没再理会这些人 他抬头看向不远处的誓约号 路过写满不会遗忘的标语 进入黄丝带所在的办公园区 丙浩记得那是2017年 沉默三年之久的10月号 终于被打捞出水 警察乔云当时正带领众人 在园区整理那些遗物 但丙浩在看到 本该小心存放的遗物 就这么被光秃秃放在地上时 心中瞬间腾起怒火 加上这三年来 官方各部门之间不断推诿责任 他误以为乔云也是其中一员 在帮助官方隐藏物证 于是二话不说 挥拳就上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而丙浩当时是黄丝带的副代表 这场打人事件发生后 组织内部立马召开会议 打算撤掉丙浩的职位 因为一开始 丙浩的尖锐只针对官方 但随着时间推移 他变得越来越偏激 甚至把矛头对准同为遗属的其他成员 而且时至今日 国内已有不少人将黄丝带的问责 与要求赔偿行为 污蔑违反政府运动 丙浩殴打警察的行为 一旦被媒体报道 势必会将黄丝带再度推上风口狼尖 可这场秘密会议 瞒不过丙浩的眼睛 众人还没商量出结果 他便直接推门而入 质问代表究竟是什么意思 成员景泽试图调和双方的冲突 不料却引火伤身 在丙浩看来 你甚至都不是试约浩的当事人 有什么资格来掺和这件事 是我挑头召集人员 组织会议 是我搜集资料 配合海洋水产部打捞遗海 现在你们却要将我打成一类 排除在团体之外 这让我如何能够甘心 可试约浩事件带来的伤痛 不仅烙印在遇难者家属的心中 更深深触动了无数普通民众的情感 这也是景泽阿黄这些看似与事件无关的人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但如果丙浩再不清醒过来 理智行事 他的冲动之举 只会将其他遗述 以及所有关心这场灾难的人 推向更加绝望的深渊 面对众人充满指责的目光 丙浩亲中的怒火越少越旺 甚至开始对代表动手 一旁的阿黄再也看不下去这场闹剧 扯着他就要往门外拽 而丙浩还望会议室里沉默的大家 一股委屈瞬间洗上心头 要知道我的静恩永远离开了我 怎么我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却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呢 悲愤交加之下 丙浩终于支撑不住身形 彻底昏死过去 如今 丙浩在黄色带园区 想起了过去那些不被理解与认可的日子 却也顾不上心中的纷乱 因为静恩还在试约号上 等着和自己告别 他站上来试约号的船舱中 恍惚前 丙浩为女儿穿上了那只 再也洗不干净的帆布鞋 随即目送着他渐行渐远 最终消失在一片光亮之中 他想起出事那天 静恩离家前 向自己撒娇抱怨 姐姐彩恩偷偷喝掉他严许要带的饮料 而那时的他只是笑呵呵安慰了几句 随即看着静恩走出家门 丙浩以为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告别 未曾想 却是一娘两个 那样生动活泼 如同花儿一般鲜艳的静恩 怎么就永远沉在了海底呢 他想不明白 他也不想明白 丙浩躺在试约号的船舱内 抬头望向满是秀气的天花瓣 痛苦 悲伤 不舍 这些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 而他也强忍着泪水 在心中与女儿默默告别 走吧 静恩 离开这处昏暗阴冷的牢笼 去能照见太阳的地方 去一个更好 更温暖的新世界 而静恩的离去 不仅是禀浩心头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 也是秀贤与彩恩心中 难以释怀的痛楚 尽管时光流转 生活仍需坚韧前行 但家中始终被一层无形的阴霾所笼罩 久久挥之不去 秀号不在家 秀贤就只简单做了顿清淡饮食 这时电话响起 原来是彩恩同学的妈妈喊得出去逛街 可秀贤根本没有玩乐的心思 便借口彩恩要准备考试 自己走不开 婉言拒绝对方 等彩恩出门上学后 便只剩下秀贤一人 面对空荡荡的家 他看着寡大的饭菜 再也没了胃口 将其通通倒进水池 要是秀贤还在就好了 他那么活泼的孩子 天天就爱和姐姐争论今天吃什么 自己也不会总是在痛苦中煎熬 秀贤来到秀贤卧室门口 想起这些年里家中的变化 出事后 他没有丈夫表现得那么崩溃 秀贤看似是家中唯一一个奸将的人 为避免触景生情 他忍痛收起经恩所有遗物 可也就在那天晚上 秀贤手机上出现黄丝带警泽打来的电话 他恐惧听到一切有关经恩事故的消息 并拜托彩恩截听 自己则丢下一口没冻的饭菜 躲回卧室 在得知父亲晕倒后 彩恩望着床上不为所动的母亲 气就不打一处来 妈妈绝不该任由爸爸在外面四处瞎转 秀贤嘴上喊着自己会好起来的 可那副日渐消沉 不理外界的模样 恰恰证明了 他在痛苦中越险越震 彩恩希望母亲能去找找父亲 陪在父亲身边 起码找点试感 也比天天躲在家里好 他请求秀贤 不要放弃爸爸 不要放弃自己 也不要放弃这个家 而对于彭沐港附近的很多居民来说 2014年4月16号 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渔民道真正在家中宰杀刚捞上来的海鱼 这时电视里的报道引起他的注意 竟然有艘轮船在附近海鱼沉没 不过记者说 全员获救 那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道真掏出手机和朋友议论这件事 提料朋友却说情况相当严重 他连忙换台看另一家电视台 结果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 营救出现失误 有300多人被困在船舱内 与此同时 还在家中等女儿回来的秉昊 没想到自己等来的 却是这样一个惊天恶号 他冲向棚木岗 见到码头正准备出海的道真 直接跪下请求对方带自己出海 由于船体彻底沉没 丙昊不知道女儿出事的具体位置 但他却想在这片海面上 守着女儿陪伴着她 而也就是这一次 丙昊学会了开船 至于另一边的阿黄 在这以前每天开公车 都会载着一大帮高中生 在高中门口停下 听着孩子们在车上的打闹声 他感到一阵活力与自在 可在这天以后 阿黄停在熟悉的校门口时 迎接他的 却是永远空荡的车厢 一直到2017年 试约号才被完整打捞上来 那时县长到处都是哀气之声 黄丝带的志愿者们 边哭边清洗着孩子们 衣服上的污泥 他们将衣服晒在灿烂的阳光之下 和煦微风吹起衣角 禀号还记得那天 太阳晒在身上的感觉 那是冰冷海底 永远无法企及的温暖 但如今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原本或悲痛或愤怒的人群 渐渐散去 在时间的冲刷 与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 大多数民众已不再关注这件事 更有甚者将试约号 当作博人眼球的噱头 比如现在 悄悄前进试约号内部的安娜 就是其中一员 她将试约号当作是探险的地方 打开摄像头开始直播 随着在线人数与打赏金额越来越多 安娜嘴角的笑容也越来越大 可就在这时 她和助理听见船舱深处 传来悲鸣的声音 那声音喝着阵阵阴风 在内部不断回答 安娜直觉这是赚取流量的大好机会 忙不迭带着助理抵达声援柱 却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痛苦的身影 而这个人正是丙昊 丙昊嘴里不断念着金额 内心的创伤也随之撕裂 这种无法言喻的痛 害得她在地上打滚 丙昊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 汹涌袭来的伤痛 她恨不得就这么追随女儿而去 于是丙昊跑上高处 趴着栏杆竟力呼喊女儿的名字 她的喊声引来了工作人员 也让一直寻找她的秀贤 终于锁定位置 秀贤赶忙上前将丈夫拉进怀里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安娜还在拍摄 秀贤不愿他们的痛苦 成为镜头下的谈资 便让她关闭摄像机 可安娜已被流量冲昏了头 反而呛声问她有什么资格赶自己离开 安娜不客气地言辞激怒了秀贤 我有什么资格 我是金恩的妈妈 我是无数个遇害者的妈妈 你怎么能如此不尊重侍者 竟将这场悲剧 当作是炒作流量的工具 直到安娜被工作人员带走前 秀贤都不能理解 这种不知敬畏生命的人 究竟还能称得上是人吗 而在外寻找一天的秀贤 此刻也终于放下心来 她让丈夫在车里坐着 自己则静静抽一根烟 此时电台里传来关于棉花的报道 棉花树开完花后会结出果实 而果实在爆开后就成为了所谓的棉花 虽然是伴随着花蟹而绽放的果实 但因为太过美丽 也被称为第二次的花 从婴儿的尿布到葬礼上用的盖棺布 处处都离不开棉花 或许棉花中蕴含了生与死 幸福与悲伤的一切 秀贤静静听着棉花的故事 而冷静下来的秉浩 经过这一天的经历 那些模糊的记忆已重新涌入脑海 她很惊讶妻子居然会有主动走出家门的这天 秀贤则好奇起秉浩在外游荡的这些天里 都在做什么 秉浩闻眼摇摇头 没做什么 她只是在寻找经恩罢了 秀贤想起橱柜里 秉浩拿回家的棉布手帕 想起刚刚的广播 想起彩恩眼中的哀求 内心泛起了真正涟漪 她突然笑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秀贤放任悲伤在心中肆意流淌 可也有一抹从不曾有的欣慰 悄悄攀上心头 她相信秉恩会像二次开花的棉花那样 再度绽放 那么美好的孩子 肯定已经去了一个新的家 开始了新的生活 说不定就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里 正茁壮成长呢 但说着说着 秀贤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只不过这一次 她不再是独自承受悲伤 秉浩就坐在身边 陪她一起感受车内流淌的痛苦 尽管在秉浩盖来 她的春天已经结束在 金恩离开的那一年里 似乎永远也不会迎来开花的日子 但还是开车吧 休闲开车吧 朝前走 彩恩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而彩恩也刚刚到家 自从问妹出事后 她每次买饮料都要多买一瓶 因为彩恩还记得 金恩连出家门前 都没喝上那瓶饮料 回家后 恢复正常的秉浩 想起那个与自己有矛盾的阿黄 便坐了一趟她的公车 可她直到抵达终点站 都没有下车的意思 秉浩想知道阿黄为什么加入黄丝带 毕竟又不是自家孩子出事 自己还总是与之争承 她没有理由特意搬来这里生活 阿黄文言只是常叹一口气 曾经每天早上 学生们会在校门口的车站 一哄而下 只是那一天后 他们不下车了 他们全都不见了 那可是天天坐自己车 上学放学的孩子们啊 而阿黄早已不知不觉 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孩子 突然空旷的车厢 就像是自己的心 突然失掉了一块 阿黄痛哭过 辗转反侧过 于是就想为那些遇难的孩子们 做些什么 而今时间不早 阿黄擦去眼角的泪 询问秉浩是否要跟随自己反程 秉浩看着窗外交错的光影 看着熙熙攘攘的尘世 看着生生不息的人间 回应道 走啊 当然要走啊 她要一直走下去 后来 秉浩成了试运号的讲解员 向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学生 讲述那场空前的传难 她希望大家都能铭记这场悲剧 铭记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人 而秉浩也会站在这庞大的残骸里 怀揣着对惊恩的思念 一步步向前走去 迎接棉花开花的那一片 全片完 棉花开花的日子 是2024年的韩国剧情片 主要讲述一位痛失爱女的父亲 回顾她漫长的心路历程 拼凑遗失记忆的同时 重新拾起生活碎片的故事 世约号灾难已经过去了十年 这期间纪录片层出不久 但相关剧情片却屈指可数 影片通过讲述这些悲痛家庭 与相关活动人士的亲身经历 展现了那场灾难留下的伤痛 至今仍在窥栏 影片里的秉浩在漫长的抗争中 在坚持寻求真相 并严惩责任人的过程中 身心俱疲 脾气也变得暴躁 而她的妻子秀贤本就艰难度日 面对四处惹失的丙浩 更是难以应对 结尾处不难看出 丙浩其实仍被困在这场事故之中 但她在大家的帮助下 学会了如何处理心中的伤痛 带着亡者的遗愿 生者的期盼 抬起头来 向前看 向前走 同时 阿越也愿那些逝去的孩子 能在某处像棉花板重新绽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见